那今年是中國大陸在賴清德舊職演說後三天發動 而且很不尋常在早上7點45分宣布 過去都是整點 就這次是7點45 然後他宣布以後 真的所有的基建都本來就已經準備好 包括外島都畫紅圈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壓力是非常大 最起碼台灣靠的所有的能源都要靠主要能源靠進口 那進口的大宗沒有話講就是海運 所以中國大陸只要對我們做局部封鎖 或者是加強的針對性的這種所謂零件 海上零件 那我們馬上就會出問題 就是台美關係現在剛好撞到了 你又有個裝發霉對不對 又有延遲交韻 然後還有愛國者飛彈被灌單 你這些消息都剛好在我們立法院預算會期 之前出來 本來就是非常難處理的台美關係 所以你賴政府你不要以為說 這些東西都是個別新聞報道 你把它串在一起 再加上ICG的報告 Come on 所以我覺得這個通話 是這個 在選前的一個穩定作用 另外就是給中美關係中間 再增加一點稍微微一點的因素 就這樣 中國北京不會期待拜登說什麼 這個新聞出來了以後 我內心感觸真的很多很多 第一個最大的感觸 我還是要用力鼓勵鼓掌 我們的高階將領願意接受外國媒體的專訪 都不敢 你要對外國說明我們自己的防務 說明我們自己國防政策 過去我們老是講軍人比較保守 每一次不管是新聞報了什麼 我就很多校級軍官馬上拿手機出來說 我手機根本沒有那個記者的電話 所以絕對不是我 趕快撇清一下 所以大家都很怕媒體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唐華他願意接受 尤其是國際媒體的訪問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多鼓勵 希望陸軍司令 空軍司令加油 總長加油 那麼第二個就是 現在海軍司令真的很難做 我們這個不算是認知戰 也不算是泄密 新聞都有報導 我們現在的一級艦 就是我們的驅逐艦跟護衛艦 巡防艦 我們的現在邊線比很差 任務比過去加了好幾倍 就是剛剛蜀芬講的今年的軍演 那麼從去年開始 蔡英文在加州見了美國的眾院議長 之後中國大陸做的軍演開始就叫做戰備巡航 戰備巡航常態化了 換句話說就是從去年4月 2023年4月以後他就不走了 所以我們的戰備壓力就越來越大 再加上我們現在的志願役 離營率 所以我這次到美國去演講 我都很實在的跟美國人說 我說你們送了差的裝備 各裝來 我說我很難過 你們武器沒有交運 我們的戰力怎麼樣規劃 就會受到牽動影響 我說但是讓我最擔心的還是我們自己 我們現在我為什麼說海軍司令不好做 我們的船林太老太舊 沒有辦法換 所以新的艦 艦造又不會馬上到位 所以再加上我們還有一個大胖子 那個IDS就是國造潛艦 到底要投多少錢下去 那以我們正常的估算 可能再過15年 我們才會有真正的所謂潛艦 新的潛艦戰隊才有可能 所以在面臨這麼大 剛剛我們講的現在壓力之下 海軍司令當然不好做 所以他願意揭露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但是給國際社會了解 也給國內的很多人提個醒 現在外部的形勢並沒有那麼輕鬆 我們國軍承受壓力也很大 所以政治人物那個嘴巴 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點 不要有些時候突然膝蓋式反應 或者是講話以前多想兩分鐘 在發言比較好 這次唐華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 解放軍增加了非常多的基建 在這個台海的周邊 是在增加兩岸爆發戰爭的危機 那他形容說 解放軍現在就好像是蟒蛇戰略 他的行動很緩慢 但是目標非常明確 你怎麼看 對 我剛剛講的常態化戰備巡航 就有點像那個蟒蛇 就他隨時都在你旁邊 然後只要你記不記得 今年的軍演是對我來講 警訓更強 去年是他這個戰備巡航常態化 今年叫這個是印度的一個軍語 軍事的概念叫做冷啟動 就是說我平常軍隊就在那邊 我突然一聲令下 30分鐘之內就說打就可以幹了 這叫叫coastar 冷啟動 那今年是中國大陸在賴清德舊職演說後三天發動 而且很不尋常在早上7點45分宣布 過去都是整點 就這次是7點45分宣布 然後他宣布以後 真的所有的基建都本來就已經準備好 包括外島都畫紅圈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壓力是非常大的 過去我們的北支南支隊 就是海軍的海峽平常的巡航 現在時間都拉很長 所以大家只有颱風來的時候休息一下 其他時間壓力都非常非常大 隨時要頂上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蟒蛇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讓你動彈不得 我們現在台灣最怕 因為唐華也說了封鎖 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討論海軍戰術 最起碼台灣靠的所有的能源都要靠 主要能源靠進口 對 那進口的大宗 沒有話講就是海運 所以中國大陸只要對我們做局部封鎖 或者是加強的針對性的這種所謂零減 海上零減 那我們馬上就會出問題 我們這個液態瓦斯 這個儲存量就是13天 對不對 台灣我們老是講社會任性 社會任性都沒測驗過 你只要斷網三小時 大概就會有年輕人要鬧革命 對不對 那如果停電 洗腎的病人怎麼辦 急診室怎麼辦 這種只要超過三天以上斷水斷電 我相信這才是真正我們要顧慮的 唐華講的就是說這種蟒蛇 換句話說他不一定真的咬你 蟒蛇他追捕獵物的時候他是先把你捲起來 把你悶得窒息 然後他才吃你 他不是一開始就咬你準備吃 所以他講 所以我們現在就像是被蟒蛇 現在就好像被那個蛇這樣纏住 讓我們真的很難呼吸 有沒有 有很多事件 在解釋起來 你知道事情發展的時候 你會覺得微微一笑 ICG本來就是設定 他們發表這個報告的時間是老早就有設定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選舉結束的一段時間之內 他們就要出這個報告 寫報告的人有截稿的時間 所以那截稿時間不會故意壓什麼10月1號或10月10號 但是給電視台或是很多媒體就很多作文的機會 ICG在台北有工作人員 那麼在他們的高層也偶爾到台灣來訪問 那麼在華盛頓也有辦公室 我大概都認得 但是這個報告絕對不是我幫他們寫的 也不是我建議說賴總統要本人去講中華民國憲法 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要講的跟蔡英文一模一樣 因為賴本來就不是蔡 即使講一樣的事情 他的受眾聽到的人的感覺還是會不一樣 我覺得ICG寫這個報告 可能是他們自己 不是只有見我們 ICG在台灣訪談的對象 那個訪談綠營的或者是民進黨的時間 是遠超過跟我們交流的 所以換句話說他們為了寫這個報告 是真正有做過study做過訪談 然後把他們的感想寫出來的 這就不能怪別人了 這個帽子不要 帽子是你們自己戴被人家看到的 不是別人給你扣的 所以我覺得ICG當然報告很多 政治顧問公司或風險分析公司 甚至所有的金控全世界華爾街 所有人都在做風險分析 有些是我們看不到的內部的 搞不好寫得更淋漓盡致 我覺得現在反倒是因為這個事件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可能要好好想一想 第一個美國總統到底後面四年是誰 反正不是拜登 那後面怎麼應處 會有什麼變化 你花多少時間在弄 還是都在搞罷免 都在搞預算在立法院裡面 搞憲法法庭 就是我剛在美國待了半個月回來 你在國外你再轉過身來看台北 你會發覺所有外國人很關心台灣事情 台灣都自己不關心 政府沒有在處理這些問題 這是一個就是美國總統的變化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兩岸關係 軍事壓力我們剛已經談過 第三個就是台美關係現在剛好撞到了 你又有個裝發霉對不對 又有延遲交韻 然後還有愛國者飛彈被灌單 你這些消息都剛好在我們立法院預算會期 之前出來 本來就是非常難處理的台美關係 所以你賴政府 你不要以為說這些東西都是個別新聞報導 你把它串在一起 再加上ICG的報告 Come on 開會吧 加強如何穩住未來幾個月的台美關係 你要有高手啊 那不是跟以前一樣辦事 畢竟蔡英文時代已經過了 即使是共和黨的測試 也都不太願意說 那個5%就是如果川普當選了以後 他們加在台灣頭上的金箍咒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一句話就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的年度政府預算 只有GDP的12%到13% 然後你叫我減一半拿去給5% 那就是暫時的 就是真正打仗時候的這種支出了 那10%的話 那政府可以關門了 因為等於是所有的政府支出 通通拿來給國防 那當然理智的美國人 或者是真正懂這個意思的人 當然不會跟著一起喊 但是有一點我也要非常明確的 這個應該是說訊號我接收到非常明確 就是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 尤其是川普 那個我們國防預算增加的數字 是決定他對台灣態度的關鍵中的關鍵 這個是美國的共和黨的好朋友 已經提了個醒 我們自己要想辦法 所以雙方的友誼是建立在軍售的金額上面 友誼是建立在利益上的 有利益就有友誼 這個為兩國領導人會面積極創造條件 先通話 因為11月份有兩個國際場合 他們是會碰到的 一個是在巴西的G20 一個是在利馬就是密魯的APEC領袖峰會 所以這兩個至少 他們兩個人至少會去一個 就是兩人會同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通話是在選前的一個穩定作用 另外就是給中美關係中間再增加一點稍微穩一點的因素 就這樣 北京不會期待拜登說什麼 那拜登也是盡力在為他自己在卸任以前留下一些記錄 大概如此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非常的喜歡爬山戶外運動 但是呢戶外運動呢有一個壞處就是呢一定會曬黑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基本上我就是會用這種防曬黏露真的是非常有效 而且呢這個擦了之後呢它也不黏膩喔 因為很怕就說這個防曬露呢擦了之後很黏黏的 但是它就是不會非常的好提供給大家 那當然呢歡迎大家到我們的快點購呢 購買起來 別忘了我的推薦代碼是CTI108 歡迎大家來選購